大家好 歡迎收看《為眼看神咒》 我是明欣 中國產能過剩在當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前提下 成為特別棘手的問題 而且對全球生產鏈造成極大影響 尤其是鋼鐵、新能源車、太陽能源等產業 最新消息指出 中國稀土元素都出現生產過剩的問題 導致國際稀土價格衝錯 中國國務院在6月底公布《稀土管理條例》 採取措施強化自己 對此戰略有利資源的控制權 明言稀土資源屬於中國所有 任何組織與個人不得侵佔或破壞 儘管中國當局制出保護措施 提高稀土資源開發的管控性 但事實上中國國內的稀土市場早已走下坡 似是中國北方稀土高科技 中國稀土資源科技等價格資源而失行 其中中國北方稀土集團今年第一季淨利 更是暴跌94% 由於中國稀土生產份額逐年增加 生產過剩 在過去一年來 導致國際稀土價格下跌約20% 數據雙瓦格斯媒體就指出 截至7月18日為止 同屬稀土元素的女的價格 相較去年同期以分別下跌23%和24% 目前市場普遍認為稀土已經不算不斷稀缺 價格恐怕都會持續走低 近半個世紀以來 中共一直想打稀土牌 1992年鄧小平曾說過 中東有石油 中國有稀土 中共試圖將稀土產品作為對付西方的殺手間 以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及稱霸世界的野心 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將稀土供應 視為成功在望的最後一公里 但令中共當局失望的是 中國稀土最終埋出了白菜價 中國工信部長蕭雅興 在2021年3月1日說出一句說話 惡性競爭下 中國稀土只賣出了土價 沒有賣出稀價 導致寶貴的資源被浪費 然而儘管北京不斷加強對稀土業的控制 但稀土市場仍處於低迷 美國地質調查局2022年的數據曾顯示 雖然中國稀土的儲量佔全球儲量的34% 但其高產量佔全球七成 世界稀土市場中有超過90%的供應來自中國 國際長期依賴中國的稀土出口 而中國因此將發掘和繁售稀土 視為開掘金礦一樣 作為儲存外匯的重要來源 如今中國的稀土價格大跌 中國正在失去本應引以為豪的 獨家壟斷的稀土市場 事實上中國的稀土並沒有中東石油這樣的影響力 那為何會變成這樣呢? 分析認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個 一個是中共稀土政策效能之低劣 二是國際社會對中共之防範和去風險 三是全球稀土總需求量並不大 2019年在中美貿易戰開始後 美國對中國實施晶片禁運 全方位減緩中國半導體業的發展腳步 中國人民日報曾發問說 中國人民絕不答應美國用中國稀土製造的產品 壓制中國發展 準備限制向美國出口稀土 中國國際問題專家稱 中國可以將稀土作為反制美國的殺手鐧 隨著中美晶片大戰不斷升級 老修成龍的中共當局 終於在去年製出對美國的反制措施 而023年7月 中共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 對稀土加、姐及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 從全球產量來看 這兩種物質的產量中國佔比最高 分別高達90%和68% 加者是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材料 都是加快晶片速度必不可小的元素 美國之音就此發表評論稱 北京利用稀有元素進行出口管制的影響是很有限的 同時也表示 這是與西方進行技術和貿易領域談判中 一枚不具威脅力的籌碼 評論稱 即使加者這兩種稀有金屬 都被美國和歐盟列為關鍵擴產 而中國在這兩種擴產物行的生產是世界領先 但並非佔據絕對的支配壟斷地位 為何這種稀土多產自中國 中國卻無法將它作為殺手檢 讓歐美等國向中共屈服呢? 這是因為稀土的挖掘主要是中國 但並不代表稀土礦產只有中國才有 所謂的稀土其實並不稀有 依照2022年全球八大稀土儲量國排名 中國的稀土儲量高達4400萬噸 排在第一位 其次是越南、巴西、俄羅斯、印度、澳洲、美國、格陵蘭島 澳洲是全球第五大稀土儲量國 大約400萬噸 同時它也是全球第四大稀土生產國 美國的稀土儲量為180萬噸 由於稀土開採和提煉過程會釋放出大量的 有毒化學物質和放射性廢物 對當地的水源和土壤造成嚴重污染 自然環境會被破壞 因此各國的稀土開採都遭到當地民眾的強烈反對與抵制 各國政府對開採稀土都持有非常謹慎的態度 很多國家對環境保護有嚴格的法律和規定 使得稀土開採變得困難和昂貴 但是中國就不一樣 中共政府不存在西方式的擔憂 它們並不在乎稀土開採對環境的影響 只要有價值能緩取金錢就會大力開發 政府還提供大量補貼 推動企業大力開採稀土礦產 西方國家自然就失去了競爭力 對一些西方國家來說 既然這樣就選擇依賴中國的稀土供應 而不是自行開採 這樣可以避免環境和經濟風險 同時保持與中國的貿易關係減少貿易易差 稀土是化學周期表中 包含女、家、姐、士等17種化學元素的總稱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背景下 稀土元素被視為致略性的礦產資源 亦有人稱之為工業維生素、新材料支部等 可以說凡是生產電視、手機、汽車、相機鏡頭、電池、 衛星、激光、雷達、星納、夜視系統、 導彈制度、噴氣發動機和裝甲車輛等行業 都離不開稀土材料 但其實所謂的稀土本身並不罕見 《紐約時報》曾報導了中國稀土開採所付出的代價 報導稱在靠近蒙古過邊境的中國北部 持續了20年的稀土精煉生產 所洩漏出來的放射性有毒物質 不斷緩慢地滲入地下逼近黃河 而這條河是1.5億人口的重要水源 在中國中南部的江西省 中央政府已經從地方政府手中 收回了對稀土採礦區的控制權 因為他們發現稀土金屬的非法露天開採 對當地的環境破壞已經泛濫成災 外蒙古的包頭市被稱為稀土之都 其稀土儲量佔大陸總儲量的87% 開採量佔全球58.3% 由於管理不善 稀土開採對當地的水源和土壤造成嚴重污染 外媒評論稱包頭市的癌症發病率很高 據報導目前的包頭市就像是一個鬼城 空氣污染造成濃厚的霧霾 湖水污染變色 開採工業種地原本有重兵把手 當地民眾舉家搬遷 現在就連一隻鳥子都見不到 就像是一個末日之城 早在2012年6月 WTO公布的一份白皮書中 中國政府就詳細描述了稀土工業 給環境造成的危害 儘管這種對問題的承認會令北京難堪 白皮書說一些地方因為稀土的過度開採 還造成山泥傾瀉、河道堵塞、突發性環境污染事件 甚至造成重大事故災難 及民眾的生命健康和生態環境帶來重大損失 中國各地的居民正面臨著嚴重的環境破壞 幾乎未曾受過監管的稀土開採和提煉活動 在過去的20年內日積月內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對此中國政府已開始斥資數十億美元 治理這些活動所造成的破壞 中共政府發布指令要求一些國有企業 關閉了包頭的精煉廠 在過壁攤上的白雲惡博礦區重建 根據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 當地有幾萬隻羊等生畜死亡 還有很多羊子出生時嚴重畸形 而可能的原因就是稀土業的放射性污染 相較於中國 西方國家的稀土開採均是因為環境污染引起糾紛 停滯不前 澳洲的稀土企業內納斯在馬來西亞的加工企業 多年來一直受到污染環境的指責 而2019年澳洲拒絕接受 萊納斯馬來西亞稀土加工廠 存放的45萬噸放射性廢料 引起兩國政府的糾紛 美國的Montain-Parks礦山稀土開採 在1980至1990年代 因放射性廢料排放 受到聯邦調查和當地訴訟 並被科與罰款和賠償 由於稀土加工年代高價的環保成本 Montain-Parks礦山稀土礦 都被運到中國進行加工 直到中美發生貿易戰 在2019年5月後 美國才開始在本土建立稀土加工工廠 中共當局提準了西方各國不願意自行開採稀土的現況 就以為可以以此為要脅去年7月 北京出台對家和借的出口許可證制度 12月1日起 幾種石墨都被列入出口許可證制度清單 在2023年12月21日再次出台新規 不再允許稀土磁體製造技術出口 北京原本以為 這項懲罰式條例出台後 會造成國際市場對中國的制裁與禁物有所收斂 卻發言國際間對此反應平淡 並開始了補救措施 在中共的多次限制令下 美國Horizon Advisory公司的聯合創始人 Naton Pecassik對盧透社表示 中國限制稀土磁體製備技術出口 表明產業鏈任何環節對中國的依賴都是不可持續的 歐洲議會都在2023年12月中發表決議 大力提高歐盟境內的關鍵原材料自給率 並規定 對境外任何單一國家的依賴度不得超過65% 歐盟努力減少對中國稀土的依賴性 推動稀土供應鏈的多元化 啟動了歐洲原材料聯盟 並通過關鍵原材料法案來確保 戰略原材料的供應 美國都積極推動稀土供應鏈的本土化 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美國政府通過投資國內稀土開採和加工設施 並與盟國合作來確保稀土的供應 美國電動車領先企業Tesla都宣布 在新的電動車製造中將減少或不再使用稀土材料 日本則通過長期投資澳洲的稀土企業來增加供應多元性 來制定政策來確保稀土供應的穩定 韓國制定了核心礦物資源戰略 管理對國家經濟安全相關的核心礦產 並擴大儲備以應對供應中斷風險 澳洲政府投入大量資金支持國內稀土產業的開採 和精聯核對加工技術的研究 同時為了降低稀土被中國操控的風險 加強對外國投資的審查 降低稀土公司與中國有關的資金持股比例 英國經濟學人雜致都認為 中國在貿易戰中對美國打稀土牌 會令美國和其他稀土進口大國 認識到稀土供應依賴的脆弱性 促使他們開闢新供應渠道並研究相關技術 由此可見 中共為了達到短期制裁美國、荷蘭等國 對其禁運半導體而系統技術 採用了雙印劍的報復模式來管理限制稀土出口貿易 卻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反制 除了找尋新的合作伙伴外 更是投入大量資金 研究稀土替代品和回收技術 減少對中國稀土的依賴 如今國際對中國稀土的進口開始減少 中國稀土的價格都會失去競爭空間 與此同時 歐美對中國實施反傾銷措施 限制了中國的太陽能產品、電子產品、電動汽車等的產量過剩 都造成中國國內的稀土需求量快速下降 紐約時報報導指出 中國稀土價格的暴跌主要是由於產能過剩和需求減弱 中國政府增加了稀土的生產配額 導致市場供應過剩 據日經亞洲指出 在過去幾年 中共不斷增加稀土的生產配額 2023年在上半年和下半年配額的基礎上 北京又增加了第三組配額 使全年配額總量達到255,000噸 較2022年增加21% 很多人認為今年的配額將超過2023年 當開採提高、需求降低同時產生時 就會造成今日中國稀土的局面 產量過剩只能通過減價來售賣 但都有觀點認為 中共讓稀土產量過剩可能是為了擠壓西方生產商的利潤空間 再次西方開發稀土替代員 中國稀土學會的研究報告曾指出 美日、歐等發達國家 多年來憑借領先的基礎研究實力 有效成果是轉化機制以及持續的科技投入 獲得了大部分稀土材料的核心專利技術 並長期設置專利壁壘限制了中國功能材料的出口 原器件方面則以高技術門檻限制中國產品進入 報告稱中國相信這是該國稀土 只能以較低價格出口稀土的主因 加上必須以高價格扣入中端產品 特別是重要原器件、零部件等 因此有業界人士稱中國將稀土武器化 想要以壟斷稀土來控制世界局勢 只會自食其果 中國十八大以來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及最後一公里問題 中共曾頒布中國製造2025的稀土行業整合計劃 期望以稀土作為先進委造業重要的基礎材料 迎接千載難逢的轉型機遇 但評論認為中共曾將稀土當作一張王牌 但卻硬打成爛牌既破壞了環境 又傷害了百姓 最終還令中國稀土降成白菜家 真是勞民傷財一場空 好了節目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 share和多點留言 我們下次見